我现在正在哈尔滨拍摄 左肩有你的过程当中 然后没有办法跟大家见面 无法抽身 然后不好意思 可以可以 我可以问你两个关于 左肩有你的问题吗 当然 诚哥文艺会演弹钢琴的 那个桥段是有的是吧 嗯 因为你自己也会弹钢琴吗 所以这个会不会就驾轻就熟的感觉 呃 其实让我直接就是练一首曲子 也对我来说 练好一首曲子 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然后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主要这次还是一个盘唱的方式 所以可能会对我相对 还是稍微有挑战一点 所以那场的钢琴是你自己弹的是吗 呃对应该现场 因为还没有拍到这场戏 可能接下来的一周以内就会拍到 应该是我自己弹 那 诚哥有很多名言吗 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两句吗 知道几句 但比较 就是能够代表左肩有你 然后可以代表 蒋诚跟顾飞一句话 我觉得是 满怀期望 就会所向披靡 对了 我觉得Massive William 加入季凡希之后的几个系列 都特别的好看 和特别的酷 所以我也很期待 这次2022早春的系列 其实这只是一个就是 表达性格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这也是Massive Williams 为季凡希创作的 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然后机能风 其实就是他带起来的 很喜欢又无金剑 然后之前他那个爆款的 观山车搭扣就是 就是类似这种 但是现在这个走 我觉得更时尚 然后更精致 因为赛纳河上有一座 象征这个爱情的锁桥 然后爱人们 会把锁挂在这个桥上 把钥匙再扔进河里 然后所以这个锁 就象征了永恒的爱情 然后呢 听说Massive Williams 林吉一东就把这么浪漫的锁 变成了一个时尚单品 接着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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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有这个新的Antigona的包包 一看就看得出 是这个寄完戏原来那个最火的Antigona 但比例和细节又比原来现代了很多 加上这个情人的锁 就是有种画龙点睛的感觉 是的 我也有这种感受 就是一模一样 其实那天拍摄现场就大家非常的有活力 然后大家就是玩得也很开心 有点像那种一边玩 然后一边创作那种感觉 所以还是给我留下一个特别新奇的印象 谢谢